佛教徒是你对我好跟不好 我只要碰到你有缘 我都尽心尽力帮助你 这个才叫慈悲 所以没有慈悲是不可能成佛的 真的 但慈悲要有智慧 待会再讲 再请你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六十八页第六行 菩萨进入在生死六道轮回当中 看到有些众生 就是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 有些众生虽然堕落在人道 可是恶邪见网 就是遇到坏朋友 很多错误的想法 让他觉得很愚痴 很昏暗 愚痴跟昏暗像仇灵 仇灵就是forest 像森林一样 把刀都捆绑了 我们在森林里面若没有指标的话 常常会容易迷失的 所以就会走斜径 走飞道 走错的道路 就好像这个屁育 在生死茫茫的大海当中 你若没有擅自是引导 也没有教你正确的慈悲法门 你的心就像blind very dark you are living in the darkness forever 你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可是你的心永远很苦 了解吗 你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可是你每天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中永远没有佛法 你非出离中 你没办法离开这个黑暗的森林当中 接下来 甚至有些众生 行菩萨道 修慈悲观的人呢 看到他呢 见为出离 看到他的时候 看到不好的人的时候 要警惕自己 哎呀 我不要像他这样 所以我会鼓励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 多多亲近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也应该关心你的小孩 不要吸毒 不要做色情 不要赌博 也不要呢 对不起 有三个 第一个吸毒 不要做 第二个 不要赌博 第三 不要做事情 第四 不要进入黑道 这四个呢 就会毁掉你一生 不用四个 一个就可以毁掉你 真的 所以你要远离这些恶友 好 接下来看 未老病死 看到呢 菩萨不但想到自己 在你禅修的时候想 哎呀 我多有福报 在轮回里面 我过去种了一点善根 我今天听闻到佛法 我有遇到好的善知识 又有很老的莲友 我对于呢 这个生老病死苦这条路啊 我终于呢 很高兴地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是成佛的道路 人命当中 人生当中都有 悠悲苦恼 酸甜苦辣 好的呢 你要感谢他 不好的 你要感谢他 举个例子 人家骂你 修慈悲观的人 人家骂你 你刚开始一定会生气 是正常的 除非你是圣人 可是现在问题是 你光生气没有用啊 你要想 他骂我的时候 假如我不对 那我就要反省自己 可以转化你的固执 第二 他骂你的时候 你以前脾气不好 会顶他嘴 报复他 现在呢 你呢 脾气比较好一点 你会修忍辱心 他不就成就了你的忍辱波罗蜜吗 第三个 他骂你以后呢 你一定想 我一定有很多地方 得罪了他 那我下次跟他 沟通的时候 微笑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 更真诚一点 慢慢慢慢 久了久了 久了会感动他的 慈悲的力量很大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慈悲的力量啊 比一个盒子弹灯啊 放下来的炸弹力量 都还大 问题是 你要去训练 最后呢 过了事情以后呢 我们中国一句话不是吗 不打不相识啊 吵过了打过了以后 哎呀 就变成好朋友 那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刚才知道 All is mis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都是误会 然后呢 误会出去的时候啊 你反而真正会感谢那个朋友 谢谢你啊 没有你的话呢 我的心啊 脾气没有改这么多啊 我以前都没有什么耐性的啊 所以真正的你遇到坏人以后 当你误会解除的时候啊 你真的会感谢他 感谢他呢 是帮助你修行 所以就恭喜你 逆境呢 你就会转为修行的助援 我们人生在世是不可能 一切都是顺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过去有业 跟烦恼 现在有贪嗔痴 有不好的个性 跟习气 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障碍 但注意听 一般人碰到好的 都会多抓一点 哎呀 这个人跟我很有缘啊 哎呀 你是某某部长啊 主管啊 我对你好一点 将来他会对我好一点哦 你看 你的贪心就强了 那个人哦 我很不喜欢他 动不动呢 就说我的坏话 然后呢 在主管说我的坏话 你就故意不理他 你越不理他呢 你的body language呢 就会让他觉得 你更讨厌他 可是呢 学佛的人应该刚好反过来 你喜欢的东西 告诉自己 那是假的 不要那么贪心 你抓那么多 什么东西也抓不到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该得到的是你的福报 不该得到的呢 还是你的业报 了解吗 那不好的东西 不要去躲 不好的东西 你想太好了 我不是要行六度波罗蜜吗 这时候这个条件呢 就来帮助我了 我就是好好的帮助着我来修行啊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 怎么转变你的心 我觉得具体一点 可以帮助大家 比方说你现在坐subway 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一天下来很累的时候 或上完佛学班 讲座或共训完以后 你坐在那边的时候呢 好不容易的静下来 你觉得一天很累 突然旁边了 有两个好朋友 Hello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刮啦刮啦刮啦 然后呢 这时候你就看你的心 一般人的心 吵死了 Go away Keep quiet It's very rude 我们大概的念头是说 这个人好吵 滚吧 离开我 但你看了这么多呢 MRT里面的人呢 又没有位置 你也不甘心理 你就这样大眼瞪小眼 然后呢 他瞪你 你也瞪他 注意 这时候不要瞪他 看你的心 他讲他的没关系 咪哩刮啦 咪哩刮啦 他讲 那你就看你的念头 假如你看自己的念头的时候 你就不会生气 一般人我们的 动个念头 好吵啊 他干扰到我了 我很想骂他一顿 你看你的念头就跑掉了 现在呢 你应该练习 把这些好跟不好的念头 就说 太好啦 那我就来训练 我自己啊 你就看着念头 就像我们这次讲座 每一天教的 你就放松自己 你就会慢慢觉得 它有声音 晴哩爛啦 几里叮�"! 记柯�住り叮哩啦 bridge reel叮哩啦 可是它不会干扰你 所以其实你换位置 跟不换位置 都可以的 了解吗 所以你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心 是可以控制的 是可以训练的 假如你这样做 时代不行的时候 很简单 那就拿起念头来 你的六支大明咒 你观世音菩萨 然后念佛 你就观想慈悲观 慈悲观 我身上全部放出金色的光 让全部做subway的人 今天都很快乐 一下子呢 你就倒战了 你就可以出MRT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把一些酸甜苦辣的 不好的境界 好的跟不好的 也不是都变成为你修行的 很好的条件吗 了解吗 慈悲喜舍是这样修的 这点很重要 再请看继续经文 六十八页第七行中间 所以看到众生有生老病死 看到人世间有很多忧悲苦恼 乃至于所有的坏人 要来伤害你的时候 你会想到 哎呀他们很可怜啊 他们不是佛教徒 他们不了解 其实我们的心是有佛性的 是有无量的宝藏的 他们只是为眼前的现实利益呢 这样子在真名夺利 所以甚至起恶念的时候 进入魔艺仇灵 这里的魔是指起恶心伤害众生 不一定只是demon或spirit 不一定是指妖魔鬼怪 而是说自己充满了所有的恶心 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众生 你就会想到 哎呀众生真的很苦 他们离佛道真的很远很远 这时候你会自自然生起说 哎呀 我非常的欢喜 因为我是佛教徒 我听到了佛法 我知道怎么样去 接受我的心 控制我的心 训练我的心 转化我的心 可是一般的人呢 每天呢 他的心都在轮回的贪嗔痴 跟忧悲苦恼里面受苦啊 这时候你就会生起呢 真正呢 没有条件式的去帮助别人 当然帮助别人要有智慧 后面还会讲慈悲喜舍 所以慈心跟悲心是很重要的 慈给众生快乐 悲是帮人家分担痛苦 解决困难 好 接下来再看 第九行 菩萨大悲心 这里的大是广大无边的大 对不对 纵使众生伤害我 穿我们自身的皮肉筋骨 侧入骨髓 他一样不永远不放弃众生 做众生的医护者而帮助他 当然这一点我们目前比较难 因为必须你要正果以后 你才可能啊 把自己的身体啊 布施给众生 大家都知道 释迦摩尼佛过去是在本圣经里面 都有舍身卫护 舍身卫护的圣地 是在尼泊尔靠近边境 叫南摩波达 我直接去过两次 就佛陀亲自跳下去舍身卫护的地方 现在当然我们没办法舍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烦恼很多 我们还没有正入空性 我们还没有正入无我 可是真正的菩萨呢 他正入空性跟无我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给你的 举一个例子 你比较容易体会 现在突然你又做梦了 梦中呢 你跑到新加坡的动物园里面 去看很多动物 你看动物 动物也看你 你给猴子呢 香蕉 突然老虎走过来 哈喽 我很饿啊 我要吃掉你啊 请问 你在梦中 你愿不一给他 愿意给他的请举手 你们这么小气啊 在梦中啊 你愿意给他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不愿意给他 你说我考虑考虑的请举手 好 很诚实 没关系 你说 我看心情在说 请举手 好 不举手的请举手 那你们在干什么 打混吗 好 在梦中啊 现在有两个条件 假如你不知道梦的话 你还是会很恐惧的 哎呦 老虎来了 你观想一下 老虎可以跟你讲话 我干嘛要给你吃啊 你会说 动物园这么多动物 你吃别人吧 你不要吃我 对不对 一般的反应都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重点 假如你知道 真的是梦的话 你在梦中啊 老虎要吃你 很好啊 这是假的吗 那我就给你啊 你要我的腿呢 还是要手呢 还是要我的 肥一点的屁股呢 你就会很慷慨的 甚至呢 你要问 狮子啊 你要什么呢 我都给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是梦 对 你知道呢 你不失给他 会跟他结欢喜心 可是呢 你不会受伤的 对不对 对不对 砍掉一只手给你的时候 老虎吃得很高兴了 你的手又变出来了 真的 因为呢 所有的都是从心显现的 对不对 那你应该很高兴 那你可能会大汗 所有的老虎都来哦 狮子都来哦 我今天做大布施啊 通通给你啊 佛就是证悟到这样的功德力 真的 所以佛可以舍身为虎 为什么呢 他证悟到这个身体 是无我的 但是一般我们人很难 听好 这里的要能够喂众生呢 你可以旁边写 起码要出地欢喜地菩萨 才会做得到 我们一般般不真的做不到 但是这是真的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不相信的话你呢 好 现在在梦境里 你因为知道 它是真假的 是虚幻的 所以你愿意给布施 可是现在我们在现实当中 很难做得到 为什么呢 你拿一个手 你的手 拿一根针 来扎扎看 哎呀 会痛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执着 还有那个无量节的业 你还没消 无量节的习气 你没办法 假如你真正的 证悟空性的人 听好 是这样 穿过去的时候 就这样啦 知道吗 它真的是透明的 所以你说证悟的时候 的确一根针 插过去的时候 就这样 它不会痛的 但是我们凡夫 因为无量节的业力 我执 烦恼 习性 所以我们呢 常常怕我们的身体 是受伤的 所以我们生不起 广大 不失的慈悲心 但是要注意 听好了 你今天虽然知道 无常跟空了 但注意听 你不要说 哎呀空的 明天我就开车去 撞一撞 保证你一定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量节的习气 还没有除 你的业力 还没有尽 真正到出地 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它呢 是真的真 插过去的时候 是透明的 还有一个 真正正到出地 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它是不用坐在椅子上 跟地板上 它是腾在虚空里面的 真的 假如哪一位 要准备要腾在虚空 先SMS 或者呢 控制我一下 那我一定会赶快去顶礼你 因为你快要证悟了 表示你身心 所有的烦恼 都业障 颤处清净了 你的身心呢 像彩虹一般 你自己可以 决定 你就坐在虚空当中的 那是圣人的境界 但是这是我们 努力的目标 这个不是神话 这是佛菩萨 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来再看 第六十八页 第九行 后面 令死众生 能得如是的 生死广大的旷野 所以碰到各种 显 困难 还有危险之处 还有走错的恶路 他呢 菩萨都要 善巧的方便呢 引导他 走向 一切智慧的 这个 城堡 进入 没有恐怖的宫殿 举一个例子 譬如 长者 第十一行 有一个长者 他只有一个福气的儿子 他没有两个儿子 就是他可能老了 突然他这个非常有福气 长得胖胖的儿子 突然生病了 而且定了是癌症 这时候啊 这个长者呢 就非常非常地舍不得 爱他的孩子 爱到呢 都要撤入到他的骨髓 皮肉里面 都常常想 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想各种的办法 找各种医生 花再多的钱 买更好的药 都能够让我的孩子的病 给救好 希望 淡念呢 常常希望他的病 能够好 为什么 因为他充满了慈悲心 他不会跟儿子说 哈喽 儿子 你现在重病哦 我赶快救你 救完以后呢 你将来要还老爸 一百万哦 新币哦 我一千万新币哦 没有 天下的父母 看到自己的孩子 在生病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想 他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赶快去救他 希望他病很好 那个就是什么呢 Pure Compassion Pure Kindness 完全纯净的慈悲心 这是我们要学的 一般人 我们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长者 假如啊 他透过找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药 把他孩子医好以后 假如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他反而要感谢这个孩子 因为你的病 而让我圆满慈悲心的功德 一般人注意听 我帮你了 你要听我啦 下次哦 欠我一条人情啊 这个是不是佛教徒 真正佛教徒是 帮助别人以后呢 我还要感谢你 菩萨来人间 若没有这么多的众生 生老病死苦的话 菩萨没有办法行菩萨道的 知道吗 所以普贤行愿品里面说 若无众生啊 则菩萨不能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敌的 就是因为有众生 所以菩萨才能来人间行菩萨道嘛 所以菩萨跟我们有一个想法 有不同的吗 常常有 The mind of appreciation to anybody 就对每一个人啊 他都很谦卑很恭敬 人家帮我倒水呢 他也很感谢 人家帮我一个忙 很高兴 你看到我其实他不会讨厌我 对不对 他永远有感恩的心 那你想看菩萨他为什么有这样力量呢 因为他修慈与悲的无量心 慈无量心 悲无量心 好的境界跟坏的境界呢 都不会影响他 都可以把他作为修行的助缘 跟好的条件 好再看下面的经文 悲易如是 十二行 看到众生痛苦 他也想啊 我哪时候能够帮助众生呢 解决他的痛苦呢 所以在苦难的众生当中呢 他生起更广大的这个悲心 慈呢 在众生当中 他有更大的快乐 给一切众生跟他分享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样式 就是说 假如呢 你学慈悲观的话 你应该发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看到我 都要生欢喜心 所有意我善知识 为我显示普贤行 普贤行愿品里面讲 所有的善知识 这里的善知识呢 是好跟坏 都是你的善知识 都可以来帮助你 为我显示普贤行 你要常常发愿 好的人坏的人看到我 我都欢喜 都要帮助他 所以文书施利菩萨 十大愿就最后 每一愿都说 不管有缘跟没有缘的人 我都要发愿度他成佛 这就是了不起文书菩萨 一般人呢 我们的愿都是这样 哎呀 跟我有缘的呢 也有缘 没有缘的 很好 赶快离开 所以你看 你的心就很小了 知道吗 你要发愿 有缘的人跟没有缘的人 我都希望他看到我生欢喜心 我有缘的人 没有缘的呢 我看到我都希望用佛法来帮助他 佛法不一定像我坐在这里 讲经说法 你真正的用慈悲心的行为去帮助他 他就会接受佛法 你用清净的身口意 语言 思想行为 去改变他 他就会接受佛法 所以佛法在哪里 在你的慈悲三昧中啊 好 再继续看 今天把他讲到第十五行 佛请看第六十八页 第十三行 佛慈悲心的慈故 所以你在所有众生当中呢 你都没有障碍 因为大家相信你 大家看到你就很欢喜 你看全世界有很多的总统 有些总统是那个国家人喜欢 有些的总统呢 是几个国家喜欢他 有些的总统是呢 全世界人都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人缘不一样 他慈悲心的这个范围啊 心量 功德力 影响的范围不一样 所以他没有障碍的心 悲固 因为你有悲心 你常常啊 帮助众生 体谅众生的痛苦 解决他的痛苦 或者呢 陪他一起度过痛苦 因此在生死当中啊 你呢 越帮助更多人啊 你越感觉自己呢 越幸运 所以你会感觉 哎呀 我比他很有福报 所以你心永远不会疲怨 在这里我可能要多鼓励 新加坡的联友 针对各位很有福报 新加坡的联友 真的很有福报 但是也有很多的烦恼习气 最大的习气 很爱complain oh I need to complain 不好 你要complain之前 先看你的念头 你是真正呢 有理由的在complain呢 还是friendly complain 还是crazy complain 真的 因为complain呢 太多是造口业的 第二个呢 你们呢 很喜欢complain 是什么呢 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different standard different标准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 我倒要鼓励你 常常去哪里呢 去印度 去尼泊 去非洲 落后的国家 少去欧洲 少去美国 或加拿大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太舒服了 你回来更complain 是不是 中国也有句话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我第一次去完尼泊尔回来 我觉得有一碗面可以吃 我就很满足了 为什么 很多人连面都没有 新加坡人很有福报 习惯开 air condition 对不对 其他的国家 连店都没有 所以可见 你们有福报 是过去是修的 我要鼓励你 我要赞叹你 但是我要鼓励你今生 不要太complain 要有感恩的心 除非你的complain 是reasonable 有理由的 或是你的complain 是可以帮助 很多众生的 那非常好 比如说这一区 有人吵闹 噪音 那你很礼貌的 打电话给警察 请他来处理 让大家都没有噪音 这是reasonable 是有理由的 不是呢 隔壁一开 这个音乐声 就开始complain 然后明天就敲他的门 然后后天人家看到你 就看到鬼 全部都跑光了 因为什么 人家会觉得 你是crazycomplain 疯狂式的抱怨 我们台湾人 也有complain 但没有像你们这么多 因为你们太有福报 去complain了 对不起 我说的是真话 所以 为什么你的心 会觉得疲跟怨呢 因为你不知足 不会感恩 我们中文讲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啊 没有错 我知道大家工作很辛苦 新红师真的很了解 因为我受过现代的教育 我以前当老师 也是很辛苦的 我跟你说 在家辛苦 出家也很辛苦 这是全世界的 不是只有你的单人问题 所以你应该讲 很高兴啊 没有工作了 念三个月的普贤行愿品吧 念完了你就会有工作的 但是你就是不相信我 那没办法 你不相信佛法 有工作它是要有很多条件 要有善缘 要有福报 要贵人相助 要有好的同事 还有你要很努力 它要有很多很多条件的 还要有创意 不然现在呢 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竞争 competition 还是不要说 现在做师傅也很辛苦 big competition 好 所以 这里的经文是说 有慈悲心的话 你的心就没有 boundary 没有障碍 第二个你有悲心的话 你就永远有帮助别人的动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帮助别人以后 你还会感谢别人 你会觉得 我很执着啊 我很感恩啊 no any complaint I'm very satisfied about my this life 我觉得 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对我自己呢 这一生是很满意的 了解吗 好 再看 又慈悲心呢 慈是指呢 是对善人当中 是要生慈悲心 慈 给人家快乐 因为人里面呢 中管讲 一中民一样百样人 人里面有好人跟不好的人 菩萨度众生啊 听好 讲平等心 是指对自己 因为你的心不平等 是要有平等心 但是你帮助众生的时候呢 要有慈悲心之外 还要有智慧去判断 它是不冲突的 所以对好人呢 你应该跟他分享快乐 所以有慈心 对于不好的人呢 有时候要有耐心一点 要想到他很可怜 他比我还可怜 他没有很好的家 没有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更应该要有耐心 更应该去帮助他 从你的朋友 从你的家人 从你的同事 从你的怜友 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修慈悲喜舍的 接下来又看 佑 菩萨 慈悲心 慈心增长 故 他目的 不会贪着自己的快乐 所以他可以生出 广大的慈心 注意 广大 Universal Kindness 为什么 因为他帮助你呢 不是说自己得到好处 所以看幻灯片 我讲不着己乐 他不是希望得到自己的快乐 他说辞到自己快乐的话 他干嘛帮助你啊 很多人呢 我们帮助人家 不可以有目的的 你有目的的话 那很可惜 那就只有福报 而不是功德 再看下面 悲心增长的缘故 他最后呢 了解的 无我跟空性的时候 连他的身体啊 都可以布施给你的 所以我们常常叫自己的小孩子 叫什么 心肝宝贝 对不对 还要你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啊 你生病了 爸爸妈妈连心肝都给你啊 对不对 那虽然是一个辟喻 就是菩萨真正有悲心 清净的悲心的时候 pure compassion的时候 他真的连个身体都可以布施给你的 了解吗 所以他会生起 universal compassion 到这里 词跟悲 讲一个段落 明天要讲喜 喜是指 法喜充满的喜 好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也要回答一些问题 好吧 因为我学 我若不回答问题的话 好像有些众生会不太高兴的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好 按照的顺序 我看了一下 我答多少就算多少 第一个问题 师父 您说阿弥陀佛没有ending 没有结束 可是释迦摩尼佛有ending 是什么意思 好 对不起 可能那天我讲得太快 并没有 讲得很好 他是讲法报化三生 事实上 每个佛菩萨都有法报化三生 我们讲法报化三生 叫做 三卡亚 他是比喻而说的 先看化身 化身是 释迦摩尼佛 2500多年前 是古印度的太子 他视线在人间 所以他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呢 又写出身 所以他有开始 当然有结束啊 因为释迦摩尼佛已经灭度了 你现在看不到释迦摩尼佛太子的身份嘛 那释迦摩尼佛有没有法身呢 有 他有没有报身呢 也有 释迦摩尼佛的报身呢 有华言会上的净土 或法华会上的净土 或是你们这次呢 去印度灵鳩山的净土 也是佛陀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但是你呢 去的时候你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进入到那个level 你没有进入到那个程度 所以讲报身 我那时候比喻是说 任何一个佛菩萨 有开始没有结束是说 任何一个佛菩萨 包含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要师佛 释迦摩尼佛 他都有报身 报身就有净土 比方说阿弥陀佛 他刚开始过去是 叫法藏比丘 他在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如如来坐下 发四十八大愿 所以他是一个比丘菩萨 开始有开始阿 在老师面前发愿 然后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一直到现在都度众生 要师佛也是 观世音菩萨呀 成就南海普陀观世音阿 观音菩萨净土阿 他也一直在度众生阿 所以这叫做 有开始而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的是说 他的净土阿 永远都存在 一直利益众生 好 再简单 简单一点 什么叫做 有开始有结束呢 就是你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进去呢 是一年级 Freshman 念完了成功了 你就毕业了 有开始有结束 这个叫化身 你听懂吗 哪一种人是报身呢 你的教授 Supervisor 他当了教授以后呢 他就很优秀的话 他就一直永远教嘛 除非他不及格 才会变fire嘛 所以呢 他是有开始 希望没有结束 因为他业绩很好 一直教嘛 你毕业了后 他还一直教嘛 一直教嘛 对不对 那法身是什么呢 是指那个学校的建筑物 无始也无终 没有一个人抢走 那是呢 Governmental Property Universal Property 所以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这只是比喻而说的 那天我可能没有讲清楚 这个问题很好 好 在下面看 下一面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 几个空性的问题 好 这个空性的问题问得很好 One of my favorite 师父请问 空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一切万物 究竟而没有实体 何谓究竟而没有实体 很好 举方说 看这一朵 花 花是很多条件合成的 对不对 它花是种子种下去 种在泥土 然后呢 浇水 然后花 对不起 干部 我跟你们化缘这朵花 因为待会我要破坏它 对不起 好 你看 叶子一片一片剥下来 对不对 它会掉下来的 一直剥 不要剥太多好了 你花全部剥掉的时候 这没有花的啦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 这个叫做空 所以空是指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你说星红诗是不是空呢 从体相用来讲 相貌 对没有错 我是一个出家众男众 作用呢 我现在坐在法座上 是法师 回到我的经色 我的作用 我是住持 教学生的时候 我是老师 看到我妈妈的时候 他永远想 我是他儿子 你看我有不同作用 可是问你有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星红诗在这里啊 没有 请问 昨天的星红诗 跟今天的星红诗 有没有一样呢 回答我 不一样 确定吗 一样还是不一样 糟糕了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 那昨天是谁 今天是谁 一样 一样 老婆上那一样 请问 昨天的比较帅 还是今天的比较帅 天天都帅 哇 这个功力很深 哇 这是空有不二了 好 其实 从某个角度讲 昨天的星红诗 跟今天的星红诗 是同一个星红诗 来 拿一盏灯给我 针 灯 一盏灯 不是 第一个 把玻璃拔下来 昨天的星红诗 跟现在的星红诗 是同一个 不同的话 那待会走门出去 两个星红诗 你会问 哪一个是本尊啊 同一个的意思是什么 像蜡烛一样 上面的这个灯芯 一直烧到下面 都是同一个油灯 它不会说 一开始点灯 烧到中间 轰转变第二个灯 不是 同一个灯 那昨天的星红诗 跟新年的星红诗 的确从某个角度来讲 从轮回的角度来讲 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昨天的星红诗 比较年轻 今天的星红诗比较老 多了一个青春痘 火气太大 半夜做PowerPoint 做到两点 而且我身上的细胞 都在变化 但是你看不到 因为它变太快了 所以同样的 这个灯 你说是同一个灯 还是不同灯 那要从哪个角度讲 注意听 假如从点灯的时候 从开始到结束的话 它真的是同一个灯 不然你点一盏灯的话 变一板盏的话 那不是赚到吗 可是听 灯心一角窝门分 上中下 注意听 这一段是波热经讲的 很重要 刚开始点的灯 跟它 沿到后面的时候 前面的灯 跟中间的灯 火是连续的 但是它又是不同的 知道吗 比方说什么 刚开始点的灯 你会比较小 点到中间的时候 因为它油比较多 它火会很旺 然后点点灯 等它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看到呢 突然一刹那 它火会很旺 然后就消失了 所以你说上中下的灯 火有没有一样呢 答案是不一样的 很有趣的 一样跟不一样 是同时存在的 这个就叫做空性 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知道吗 这有点深 去想一想 你说头上 你现在头上的头发 跟你昨天一样吗 不同样 尤其对不起 我举女众的例子 女众爱漂亮 头发长一点 越流越长 流到耳朵 肩膀 还要流到腰部 请问 头发一直长 一直长的 长到头头头 请问 最开始的那个头发的头啊 长的头发的头啊 尾端的头 跟你现在法根的头 一样不一样 好 一样跟不一样都同时 所以佛经里面 有一句话 叫非一 意非一 答案是 一样跟不一样 它都同时存在 这才是佛教的智慧 慢慢来 不要急 对不对 你看 各位你可以摸自己的头发 对不对 不然呢 你为什么每隔一个月以后呢 这我们要去看一下 要剪头发 把肮脏的地方 或不好的地方把它剪掉 要保留漂亮的 那肮脏掉在地上的那些头发 你就不要了嘛 所以头发是有 一样跟不一样 同时都存在的 因为它同时存在 所以昨天的新红丝 跟今天的新红丝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我跟你讲 它是不一样的 对 今天的比昨天更帅 头更亮 的确 我的心欢喜了 帮助众生的功德力 开始增长了 但是呢 很不幸的 今天的新红丝 比昨天的新红丝 又老了一天了 无常又多了 对 这讲世俗地 圣意地呢 昨天的新红丝 跟今天新红丝 是同一个新的 同一个佛性的新红丝 昨天讲经 跟你今天讲经的 同一个心啊 那假如不同的心的话 那怎么办 糟糕了 昨天是不是鬼的心呢 今天是人的心呢 那这样就有问题了 昨天讲的 这个菩提之量 问了新红丝的心 跟今天的心啊 圣意地来说 它是同一个心 不同的心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我就会变 两个新红丝 答案是没有 本尊在这边 分身呢 是在电视荧幕的 在外面 好 第二个问题 师父 请问空是让自己 把我法能所 东东忘记吗 什么叫做能所 好 我先回答 能跟所 佛经里面用古汉文 能跟所 能是指什么 subject 所是object 举个例子 我现在这边 能讲话的人 人嘛 能讲话 是新红丝 所运用的电脑 电脑是所 电脑不会讲话 了解吗 能跟所 是这样分的 我们呢 都会深入在 相对的世界里面 那你说空 是不是把自己 我跟法 跟能所 统统都忘记呢 错 不是忘记 而是真实的了解 或是体悟到 它的本质 是空的 再举这个花 讲空性 是用这个花 来去思维观察 分析 这叫分析空 到最后没有一朵花 在这里 花不是说 我否定没有花 那你的眼睛有问题 明明就一朵花 在这里啊 除非你是瞎子 请问 这个花 什么颜色 你们看到什么颜色 对 看到粉红色 这是正常的 看到不是粉红色的 明天晚上去看医生 你有色盲 所以空性不是说 否定前面没有花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问说 是不是把我所都忘光光 不是 而是 看到花的时候 看到花后面的本质 它是会变的 好 做一个例子给你看 请问 这是几只手指头 不对 怎么会是三只 你们看哪里啊 几只 这个几只 这个几只 蛤 一只 不对 糟糕了 跟你讲 信红师 你讲金是不是太累了 脑筋有点问题 再开一只边 这个几只 哇糟糕了 有人说三只 有人说两只 有人说五只 有人说没半只 好 看 我说这几只 我没有说哪里啊 假如你说 我的手指 的确是三只 可是我假如叫 你看下面 是只有两只 更高明的 还有一个小朋友 师傅你只有两只 两个空隙 这个很聪明 他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请问这几只 对 一样要看你问哪里 假如它是指 我举出来的手指 当然是一只的 可是要我握的手指是几只 四只 所以一就是四 四就是一 一加一不等于二 可是四只 加一只 变成了几只 五只 五只 五只手指头 算是几个手掌 对 一个手掌 为什么要问你这样 其实讲空性 它是会超越你 很多很多 一般的概念 所以空性 其实很深 但是不要错误理解 所以空性 不是什么东西都忘掉 不是这个意思 空性是了悟 或是了解 他们一切 万事让悟 它的本质 是刹那刹那都在变 但是又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 说是空 快要讲完 还有两个问题 师父 第三个 空是无违法 无自信 也是中道吗 答案是的 空 缘起性空 就是中道 第四个 金刚经讲 因无所住 而升其心 说不要执着 也是讲空 你应该去听我的 金刚经破空论吧 听好 大家都喜欢 不要执着 上次我已经解释 不要执着 是指 心经历过一切的万象 可是心中不留 更何的概念 跟印象 记不记得 我昨天 前几天 昨天还是前天 用水的例子 记不记得 讲因无所住 而升其心 因无所住 是指你的心 不要去执着 我的心 看眼 沐鱼的时候 你就钉在沐鱼上 这叫钻住 但是不要把它抓着 抓的话会变什么 看这里 沐鱼就 蹬 黏在我的眼睛上 这个叫抓住 你是看清楚它 但是你的心 不受它影响 这叫做因无所住 无所住嘛 没有任何地方 佛经理因无所住 常常是比喻是什么呢 太阳跟月亮 在天空里面运行 知道吗 早上一到早起 太阳升起来了 快要下去的时候 月亮跑出来了 它都自然的运行 它在虚空里面 它可以自己动的 假如有所住的话 它就停住了 永远没办法动 所以无所住是说 你经过一切的虚空 可是你永远不会停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叫做无所住的意思 无所住不是停下来 是指呢 刹那刹那都在变化 可是它都清清楚楚的 而升起心的意思是指说 它升起心 这里的心可以解释很多 清净心 升起菩提心 升起大悲心 升起慈悲喜舍 似无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意识 consciousness 举个例子 沐鱼 它本身呢 不会发出声音的 因为它没有意识 它不会在这边讲话 为什么呢 假如它会讲话的话 它一定知道 星红师 时间快到了 赶快吧 沐鱼要什么 它没有意识 所以它要人家敲它的时候 它才有声音 声音不是从它自己来 声音是木锤 跟木鱼本身 两个条件碰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有声音 我木锤拿了 它不会继续敲的 假如继续敲的话 那就完了 全晚上呢 大殿都是木鱼生的 所以升起心是讲 这个要有意识 才会升起菩提心 升起清净心 升起大悲心 升起四无量心 所以也不是你所讲的 这么单纯空 其实因无所住而升其心 简单的讲 因无所住是空性 升其心是缘起 所以正确的理解 因无所住而升其心 应该叫做缘起与性空 不是只有你这里讲的空的 光只有空是不够的 这是有点深 另外你有两个问题 请你单独来找我 今天是这次讲座的第五天 那我要教的是 大乘的观佛三昧 请专心听 先听了 待会我们再一起做 昨天有教大家光明响 好 那第一张幻灯片 是大日如来 也就是东秘的 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在华严经里面 也化为大日如来 代表我们自信 佛性当中的光明 接下来看 佛今天我们观想 先以练习释迦摩尼佛为主 佛当然有很多 可是我们诞生在这个 说佛世界 我们要先感恩释迦摩尼佛 请看这张幻灯片的是 中国云钢石窟 用石头雕的 凿山的 释迦摩尼佛 这是大乘佛像里面 非常非常庄严的 这个也是我拍的 我去过云钢石窟 接下来 韩国有石窟庵的 释迦摩尼佛 代表这个 非常庄严 它在冬天的时候 第一道阳光 是 对 就是 第一道阳光射到的时候 在某一个时期的 特别的日子 照的时候 是整个照到石窟 就先照到脸 这个佛像呢 非常的庄严 我是看过DVD 我没有去过 不过呢 它呢 石窟呢 是按照风水而见的 所以当太阳光 照到佛的脸的时候呢 它整身啊 整个石窟都是金色的 代表佛制是广大无边 这个也是用石头雕的 接下来再看 我一两年前去 Indonesia 巴拉布都 用火山岩所雕的 释迦摩尼佛 特别是禅修的禅座样 所以这些都是用石头雕的 接下来看木雕的 释迦摩尼佛 雪山苦形象 有六年 你看佛陀呢 苦行到呢 他身上的这个筋啊 都看得出来 然后呢 佛陀瘦如柴骨 可是呢 他一天呢 才吃一粒芝麻 跟喝一点水 可是呢 他身心啊 非常的宁静 在雪山上 精进的休息六年 所以假如你觉得 你很懈怠 或很懒惰的话 我建议你呢 你家里的佛堂 或书桌上 供一张雪山苦形象吧 这样就会提醒你自己要精进 佛陀都精进了六年呢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有精进六个月吗 或六个星期吗 那这个佛像是用木雕雕的 接下来再看 我拍的这个 在朝圣的时候拍的 法华经的二佛并坐 是日本人用铜镀金 然后从日本人亲自运过来的 然后在佛陀的圣地里 然后呢 中间有多宝佛塔 所以这个是指释迦牟尼佛 跟多宝佛 所以这是用铜镀金而做的 我为什么要放这些呢 是告诉你 佛像当然是用世间物质的 不管是石窟雕的 或用铜做的 或是木雕的 这个只是要让众生生起 恭敬礼拜跟皈依的对象而已 但真正待会我们观想的时候 请你不要观想石头的 或木头的 这样硬邦邦的话 会增长你的执着 前几天我们讲过 无常与空性 事实上真正的观想要用什么呢 观想像彩虹一般 看这里 这是尼泊尔满院大佛塔的彩虹 大家都看到彩虹 彩虹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但是它是没有实体的 为什么呢 假如你现在修观佛三昧 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心 正物空性 而了物心性而成佛 假如你还观 都是石头硬邦邦的话 当然也很好 可是它会增长你的执着 所以待会注意就是 你观的东西都是要透明的 像没有实体的 也像水晶一般 也像彩虹一般 所以看下一张照片 真正的佛像应该是这样的 彩虹的 彩虹的 透明的 佛霉尖白豪放 在不管法华经 华严经或波耳经 尤其佛经 在法华经里面 说霉尖白豪 对照片 东方六百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游群 佛放光的时候 放金色或白色 事实上佛也放彩虹的光 所以真正的身体 应该是这样 透明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待会你要观想 它是透明的 你的身体也是透明的 没有一个真正 永恒不变的实体 注意听 这一点是 禅观与空性相应 很重要的关键 可能以前法师教你 有很多的方法 没有关系 可是若没有关 透明的话呢 你不太容易 证悟空性 这是有经典根据的 所以希望大家 观想自己也是透明的 然后所观的佛像 也是透明的 整个大殿 所有的莲友 都是透明的 整个海印古寺 也是透明的 这样才叫容易跟 所谓的空性相应 好 现在接下来 请注意看 我用了十二张照片 告诉你 真正的大臣的观佛三昧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为了准备这些教材 真的是很辛苦 不过很欢喜 我是真的很用心的 看这里 昨天我教你四张 那是最经典 精简的 因为我一下子讲太多 你可能会 哎呀 very confusing very complicated 觉得很复杂 或是很迷惑 没关系 慢慢来 因为你从来没有 这样子练习过 第一个 当你念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佛有法身 所有无量的功德 它自然就在你前面 不管是大殿 或地板上 它就会出现一个叫光 这是这样 第二张 一刹那之间 光向右旋转 它就出现了 释迦摩尼佛 看到了吗 它一尊在中间 所以旁边都是金色的 是透明的 我昨天说过 你要关金色的 跟白色的都可以 接下来再看 一尊佛 它开始变成 无量无边的诸佛 旁边有没有 很多很多的小佛 对不对 就像这个海云古斯 有千佛塔 对我们做功德 都很喜欢供小小的佛 师父啊 一尊佛像啊 我们全家供啊 多少钱 当然这是很大的功德 可是在观想的时候呢 也可以观一尊 变成很多佛 当然这张图片里面 是一尊 一下子就变了一圈佛 但注意听 假如你要特别 练习这个阶段的话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它有数字的阶次 按照数字的阶次 然后慢慢观想 比如说你观一尊释迦摩尼佛 接下来观什么 三尊左跟右 因为我们数字 一二三会比较理解 接下来观呢 上跟下 中间右边左边上边下边 这就是五方佛 了解吗 你可以用一尊 观成三尊 三尊变成五尊 五尊呢 好 可是五方佛是平面的 假如你把它变成立体的话 上跟下就变成七尊了 所以为什么在你们念咒 或是蒙山失实的时候 一厘米要变三厘 三厘变五厘 五厘变七厘 七厘变无量无边 就是这样观的 了解吗 虽然数字是虚妄的 但我们凡夫 透过这个禅观的方法 就可以把你的心量扩大 然后七厘以后你就变成了 整个天空通通都像星星一样 全部都是佛 然后绕着一圈圆的 就像这样 看到了吗 好 接下来注意看 这张呢 佛呢 是比经靠近中间的 释迦摩诺一佛 比较近一点 慢慢的他往外面 看下一张幻灯片 他就到最旁边了 代表你的心量 慢慢扩大 慢慢扩大 你观想的佛像呢 可以刚开始在海印古寺 慢慢观观观观观 整个新加坡 整个亚洲 整个地球 通通都是佛菩萨 是整个恒河的 恒河的这个 恒河系啊 全部都是无量无边的诸佛 对不对 就像呢 佛经阿弥陀经讲 如是等恒河沙树诸佛啊 怎么观 就是这样练习的 好 再看下面 好 这样子的话 佛还是在你的头顶的对面 接下来 你很虔诚的提醒 用你的虔诚跟恭敬心 从心中 放五色的彩虹光芒 请佛菩萨加持你 接下来 佛菩萨很欢喜啊 他有每一尊佛都有大悲愿心 当然他就会加持你 好 他也会放光照到你的身上 那放光照到你身上 你就感觉什么 像太阳一样 我今天看到太阳 像今天的太阳就很大 对不对 太阳呢 阳光很强 很柔和的 金色的 就照在你的身体 注意照的时候 就从你的头顶 照到肩膀 照到身体 照到你的脚底 全身都是金色的光 你就观想你身上的病痛 或是不干净 或是疲倦的东西 通通都变黑色的气 就从脚底里面 就跑出去了 所以观想的力量 是很重要 要常常练习的 接下来 好 佛放光给你告诉以后 佛也是空性的 看这张 第六张 佛像所有的东西 都变成了透明的了 刚才还有形象 对不对 你还看到 释迦牟尼佛长什么样子 现在所有的佛像 都变成透明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空性的 就像彩虹一般 好 接下来 所有的佛像 都变成空的 看这个图形 空性的 连佛像都没有了 因为佛像也是 暂时因缘合合而成的 好 那空性的这个光呢 刚开始很大嘛 慢慢慢慢 慢慢你就会缩小 好 再看下一张 它变小了 到了第八张 再来 它就变更小了 慢慢慢慢 所有的光 好像那个 磁铁一样 好像吸收的海绵一样 全部都融融融 融到哪里呢 融到你的心里面 然后那一刹那 天空的能光 就是你 你也有光明 你也有 自信的释迦摩尼佛 你拜观世音菩萨的话 你有自信的大悲心 你有自信的观世音 你拜药师佛 药师佛不是在外面 药师佛的功德 也在你的心里 你拜阿弥陀佛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先练习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看这张图片里面 突然天空中有一个你 然后呢 注意看 下面一张 你因为也有自信的释迦摩尼佛 所以一变 你也是佛 下面那个人不见了 表示你的心 跟佛的心 是融成一体的 所以会谈到怎么回答 发给你 你赶紧 找到您嫌就 你不忍